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律信赖保护不受既往 这是法治国家应该经所的基础 联金改革我们不能蓄意规避宪法及民法债权债务的责任 第二个 国家财政困难不是军公教退补联金所造成 第三个 退补军人的退补基金的盈亏 不是军人之领退补金所造成 乃是国家经典的政策的使然 第四个 退补军人领奉含优惠的存款 是依据法令规章跟法令的契约来办理 乃是国家延迟给付的一个薪资 非既得的利益以及福利 第五 政府我们希望不要假借财政不佳 或基金运作不善 善事调整我们的给付率 影响退缩所得 以免影响民众对着信赖保护原则的确认 第六 我们要严正的希望 政府不得违法载炎军人领奉的年龄跟资格 或者删除退伍军人这些 或者军舰的子女的教育补助 以及退后就业支付的权利 我今天特别要举一个 最近我们退伍军人有个老弟 他特别写了一封信 来要我特别要替他发声来做一个转达 那这位他本身就是各位所谓的 跨新旧制的所谓双新的肥猫 那这位徐先生 他是官校62期的毕业了 47岁 民国100年退伍 月退奉大概只有4万 那退后以后 他在新北市的一个私立学校 谋得一个行政的工作 底薪大概是25000块钱左右 另外还帮学生处理一点事务的管理 然后领取一点津贴 那现在他个人住在板桥一个30坪的房子里面 父亲94岁的 也是公务人员退伍的 那现在本身有疾病 要请一个外劳来招呼 那家里六个小孩 从最小的国山一直到最小两个月大 家里10坪这个30坪的房子住了10个人 那包含他一般的保险 房贷 管理费 水电瓦斯 生活费 一个月大平均大概到9到10万块钱的支出 那加上每年的教育费 税金医疗 这个显然他的经济能力已经负担非常的重了 那我们想啊 这个老弟他基本上占了我们一个退伍袍责的身份 他为国家付出了20年的青春 正值壮年43岁的时候 他就一把被迫退伍 月退伍四万 一家老小也十余口 入屋无输 好不容易找个工作 今天啊 就跟你讲拿双心 对不起 你退休凤就不能再领了 那这个制度里面 我们想啊 我们今天政府一般人在外面放话 双心是肥猫 要砍优惠存款 要砍子女的教育补助费 这完全无事于退伍军人的生活保障 公然改变这个法律不错既往的普世价值 推翻了人民对我们的信赖保护的原则 漠视人民的生存权跟工作权 望远退伍以后 就业就是领双心的肥猫 这个对退伍军人 现军人看到我们前辈现在这些遭遇来讲 他难道不会感到有另外有想法吗 所以还能气球我们给你 可以召到自愿军人进了军中来服务吗 当然今天如今社会整个范围啊 有事军人干 没事就干军人 老实讲军人的荣誉感跟自尊军 早已经被民粹或政党的恶斗消磨殆尽了 因此我今天借这个场合 特别要严正提出三名的声明 第一个 连改会在今天已经召开二十次的会议 政府从未提出任何的方案跟政策的规划 只有会后对媒体的放话 那都不是我们的共识 我们拒绝背书 我再强调一次 那都不是我们的共识 我们拒绝背书 第二个 所有的保险金跟退补基金 制度的严定 缴费的标准 管理监督运作 都是政府一手操作 多年来末世庄业 然后绩效不张 亏损了以后 就主张要委托人 多缴扫领 延退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这种做法符合法理吗 所以我们积极地认为 在制度没有获得改善之前 我们拒绝要求战坊来缴费的其身 第三个 任何的改革措施都应该有兼顾合情 合理合法 合意的原则 今天要删减军工教 执行的教育补助备为例 假照顾弱势之民 愈化在两万五以下的收入 这是罔顾事实 不审慎三思所造成民怨及后遗 我们对政府这种施政的 难道将来不会有冲击吗 所以我们严认地拒绝 此种不食人间烟火 任意妄为的政策做法 报告一明 好 谢谢 我想等一下我也会请 这个国防部 就这个军人的制度的规划 其实他们已经在进行一段时间 而且也蛮努力在进行 所以等一下也可以做一个回应 有关于军人的部分 而且我们在这个总整的部分 也很明显地有提出来 这个军人的退伍制度 是有一个独立出来做一个设计 目前是国防部这边在负责 所以在这里也跟叶委员 还有所有的委员来报告 实际上已经有在进行的过程当中 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 因为我们需要精算 需要一段时间 那这个方案会在分区座谈的时候 或者在博士会议的时候 来提出讨论 那因为它是一个独立设计的方案 所以这个方案 我们未来也会遵照这样的精神 来进行相关的后续的讨论 好 那接下来